谢谢大家的掌声 大家很开心 只有我心里不高兴 看见没有 刚刚从我儿子读书的小学 开完家长座谈会回来 受尽了老师的脸色 全班考试到倒数第一名 小学五年级 怎么得了你说 他妈已经跟我下了最后通牒 那我今天无论如何 要搞定这个儿子 我要搞不定仔 他妈就会搞定我 所以各位邻居 你们看热闹就行了 谁也别拦着我 我该出手时就出手 毛都掉了 我就不信这东西打在肉上不痛 不听话 这就是他的下场 儿子 滚出来 我在上厕所 你上了八个小时厕所了 我给你停水停电 我让你蹲黑屋子 别管爸爸 我出来了 爸爸 过来 家长座谈会 开得很顺利不 能不顺利吗 你老师对你评价就是四个字啊 不算太差 别害人家 老师太没水平了 别人说话 你老师有水平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他就是我的班主任 难怪你小学没毕业了 就闯荡江湖了 爸爸 我那是穷儿子 当年老爹我没钱读书啊 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上 你看我现在 四十多岁人了 任何一点有档次的事情我都做不来 只能到处去接工程 接了以后转报给别人 我赚点中间的差价 别人印的名片都是什么 董事长啊 总经理啊 我总不能印一个包工头吧 后来有一个 有个有文化的人叫李丁 他给我出个主意 让我印了一个社会活动家 我到今天才知道 这个称呼一般是用在追悼会上的 真是丢死人了文化 都是为了你啊 要不是我让你丢人的哦 站好 过来 说 为什么全盘考试倒数第一 题目出得太难了 那个题目还难啊 那个题目我都会做啊 第一道题人家问你 著名文学家鲁迅 是姓鲁还是姓周 那我怎么知道咯 我的蠢儿子 你拿脚后跟都想得出来吗 鲁迅鲁迅当然姓鲁嘛 他姓周了不是周迅了 我告诉你 这一段我小学的时候 学得最扎死 到今天我都背得出来 鲁迅 文学家 浙江 周树人 哦 爸爸你讲我记起来了 确实是浙江周树的 对不对啊 怎么得了了 那第二道题啊 人家问你 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 离了人家写的是 红楼梦 环珠格格 还射雕英雄传呢 只差一个 确实是不记得了 真环传嘛 天天看电视忘记了 都是古装戏嘛 正好是个 四大古典名著嘛 他好读书啊 好了爸爸 我是支持你的 你支持个鬼 你支持 你老师已经跟我反应了啊 说你现在就开始找女同学谈恋爱了 说 为什么找女同学谈恋爱 不是我找女同学谈恋爱 是女同学找我谈恋爱 那女同学吃错药了吧 她凭什么找你谈恋爱 她说我长得有个性啊 说我足球踢得好啊 她说我是金钱如粪土啊 她说我放学以后 差点被你溜过去 你是谁的金钱如粪土啊 我自己的钱 你自己的钱 你跟我说不然我偷死你啊 你是偷了我的钱 还是偷了你娘的钱 爸爸别打我 我自己赚的钱 儿子 你要是能把钱赚回来 从今天起 你是爸爸 我是儿子 这么客气啊 这是客气啊这汉 说 怎么赚的钱 帮别人成绩差的同学 做作业 你哄鬼了你啊 你是你们班倒数第一啊 他们不会做的 你会做啊 我不会做 那你怎么帮他们做啊 我就是把他们做不出来的作业 转报给从今好的同学做 我赚中间的差价 我上辈子做了坏事了 这就是我的报应 而这 这么复杂的事情 你是怎么运作的啊 一开始是纯粹帮忙 没赚钱 后来 我也是这个套路 一样的 后来 他们说 再不收钱 就没有安全感了 我现在 把全年纪的作业 都包下来做 爸爸 我现在一个月赚的钱 不会比你少呢 我 到底是我的儿子 DNA都不用验了 天生就是个包拱头子 惨了 沈总哥 跟你妈报喜剧 须不得 爸爸 怎么了 考试 只考了30分 改成80分吗 好 好 谢谢 谢谢